歡迎來到收睇書科子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BNB 幣安幣 今天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說說幣安公司的戰略優勢 第二個部分說說幣安幣或幣安平台有什麼隱憂 第三個部分說說Patreon獨家會員的價格預估 有些網友問Matic Polygomatic的價格走勢和原理是什麼 事不宜適立即開波說說幣安幣 不用說了,幣安幣的表現 頭三隻比特幣、以太幣和幣安幣的走勢強勁 亦預示了給大家聽 如果你不想麻煩任何事情 你只想在虛擬世界賺錢 不想麻煩的話,只買頭三隻便可以了 在Patreon便早就說了 而當中的原因都不詳細說 Bitcoin就是一個數字黃金 有一個儲存價值的途徑 抗通脹的必需品 第二件事就是為何以太幣是必要有的幣 原因是這個 就是Bitcoin 2.0 有很多功能 包括現在它很興奮的Define項目 即是用以太幣去進行一些收息、投資、流動性挖礦之類的活動 第三件事就是它有自己的Stacking Stacking 即是解釋它收息、質額做一個驗證者 第三件事就是受惠於NFT的盛行 所以以太幣在很多各方面都有作用 以太方的以太幣有一個需求 再加上它有完善以太方的制度 現在升級為2.0 所以很多人對以太幣有需求 第三 小火箭為何一定要買這個幣安幣呢 幣安幣就不用說 是一個平台幣的主腦 主席大佬就是這個平台 而這個平台裡面 為何會看好它 就是因為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它是擁有最大的市值和最大的交易量 以及擁有最多的玩法 也有最多的發展空間 所以小弟就看好它 當中也有些好處 就是它的優勢和隱憂 今集跟大家說說 錄影時間是2021年4月28日下午12時43分 Bitcoin造價是$54,939 依然是一個整固階段 由$47,000到$55,000 就是一個阻力位 不能夠突破到 我個人認為是偏要樂觀的 要看的是最主要一個新聞 現在很多新聞充斥在市場上 包括在Patreon上經常都說 就是有很多大公司開始賣了 可能是Facebook也開始賣了 也有不同的公司 有間韓國的遊戲公司 不知Niso 它又賣了1億美金的比特幣 這些行為 始終都會推升到 Bitcoin的認售性 以及合法性 你不要以為買Bitcoin 是說賺錢那麼簡單 就像Tesla 他買了股票 買了比特幣之後 現在又訪問出來 他在測試 政府甚至監管機構的底線 究竟我做些什麼是OK 做些什麼是不OK 而為什麼會說賣出Bitcoin 是意義大於賣入Bitcoin 就是因為公司真的透過這個方法獲利 而最主要就是查到 因為Bitcoin最多人為人救病 就是用來洗黑錢 如果這些錢真的能夠轉化到 做現金 放入Balance Sheet 放入業績 變相來說是合法化這件事 合法化洗了他們的錢 如果真的這樣說 待會或者很多地方沒有出聲 我相信很多公司都會效法 因為連我父母都會說 小貨子你買了些幣出來才說 現在就只是 展示給他們的錢 亦都有一個投資價值 所以大家好好注意 每一個動靜 每一個步驟都有背後的原理 所以 好好想清楚 數字王 Bitcoin的發展趨勢去哪裡 另外 今集想說幣安幣 不是想說Bitcoin 不需要說 真的有很多功能 我在之前幾集每天都說 它不錯 它很好 更加出乎意料 就是定期都有些新項目 而這些新項目 不小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 建金流 或者收入來源 所以 這些價格為止 我什麼時候入貨 什麼時候出貨 我都會在Patreon獨家會議 再分享 我事不宜遲 立即看看今集內容 噔噔噔噔噔 這就是在Patreon獨家專訪的文章 今早上我寫出來 一直在寫 在想 幣安作很厲害 很有一個前景在裡面 但是 生意越做得大 當然會有越大的風險 那是什麼風險 一會兒再說 立即看看第一點 不用說了 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人數和收入是最高的 最容易出金和入金 亦都想跟大家說了一件超級超級重要的概念 給大家聽 這些人做生意真的非常聰明 如果大家有用過富途牛牛 很多這些交易所的app 即是證券交易的app 現在越來越偏向沒有手續費 甚至乎送錢給你 你去玩 有些人會說 這些公司不用賺錢 其實也有個危險性 他們倒閉的話 他們賺不到錢 他們倒閉 我們的股票也玩完了 當然開得這些公司也不是蠢 開得這些公司 當然是手續費有這麼便宜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除了拿了 即是他有手續費收入之外 現在很多東西都網上化的 可能租過辦公室 或者全部數碼化 買幾台中央的處理器 其實就OK的了 但最重要是吸引更多的人用 而更多的人用 就會有一個叫做 大數據 有大數據來說 其實這個世界有大數據 你就會得到很多錢 包括知道股民的持倉 包括知道股民的槓桿比例 包括知道股民的行業板塊分佈 之類 這些資訊 非常值錢的原因 就是用來賣錢 賣給其他公司 或者做研究公司 為何要這些資訊呢 這裏呢 就可能讓他做一些 我不知道 難多一句 不作任何的 信個人意見 可能讓他殺合約 玩衍生產品 去設計出來 知而此類 或者做一些 就是 要數據出來 去 不說那麼多了 免得罪太多人 總之一句說話 就是 拿了大數據 之後 或者這麼說 他做市場的 份額越大 能夠做到的越多 就像Facebook Google 他擁有大數據 他做到的越來越多 簡單來說 有人數 有人流 即是有淺流 有淺流 自然就有辦法 可以發展更加大 做任何項目 都會多人支持他 容易發展到成功 所以 第一件事不用說 越來越多人用 背後那個 他的規模 不是大人幾倍 那麼簡單 大人十幾倍 大coinbase十幾倍 所以 但是盈利 就不太多 沒有人多十幾倍 原因都非常簡單 按給大家看 在交易方面 全球最大就是 這個幣安 他的交易量 是去到 這個美金 差不多 去到三百多億 24小時 其他的第二名 都是去做到 九十幾億三分之一 這個貨幣更多 現在更多 現在更多 這個coinbase Pro 仍然只有四十幾億 相差差不多 八九七八倍 那麼這裡 好好記住 幣安是一個發展 非常強勁的公司 歷史也不是太悠久 沒有coinbase這麼久 所以他發展的潛力 速度 彈升 比上中強 第二 就是他旗下的幣安智能鏈 含有超級多的項目 現在開始也有幾百個項目 在裡面運行 而運行這些項目 包括Pancake Baker Benny Bunny Bunny 套 就是Burger Swapping 很多的平台 簡單來說 他做了一條鏈 他看到以太幣的鏈 發展得這麼盛行 現在當中也有很多Defi 即是去中心化理財的服務 NFT的買賣 全部都用以太坊 進行交易 亦都用以太幣 他很想做效果 自己弄了一個幣安智能鏈 用途就跟以太幣一模一樣 不過他當中所牽涉的手續費速度 我上一集拍了Pancake Swap 的用法 都感覺到超級快 完全是兩三分鐘完成的交易 之餘也是超級便宜的 幾元 你有沒有聽錯 你每次把比特幣和以太幣搬出 都要幾百元 起落 但這些幣安智能鏈上的操作 全都用幾元 而且速度超快 所以越來越多人用 如果有看過圖 不知道我找到圖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顯示著 BSC 這個幣安智能鏈上面的 交易速度和量和交易的額 都快接近到以太坊 所以大家要好好記住 現在的發展速度是超級快的 現在有多少個項目呢 可以去一些網頁看看 有很多的項目已經上了 但也有一句 幣安智能鏈跟這些項目 是沒有一個 簡單來說 幣安智能鏈是條路 這些項目是車 讓它走在上面 如何走 安全性方面 就不關這個幣安智能鏈的事 但運用幣安智能鏈的交易過程 是一定要用到幣安幣去進行交易 所以 為什麼一定要買幣安幣呢 就是因為 很多人會遲些 加入這些活動 都會買 所以需求持續上升 第三點 市場上 甚少見一間公司有這麼多事情 如果大家第一次用這個幣安 都被它搞到頭昏老丈 哇 怎麼這麼多制禁啊 這麼多事情玩 買幣市場交易 衍生產品 金融業務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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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到已經不想禁 要慢慢學都要些時間 所以第三點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這樣的 幣安 這個幣安 還有它會把自己的收益 賺到回來的手續費 交易費 等等 全部都會撥下去 這個 自己公司的人賺 也都會將 20%的盈利 放進去銷幣 銷幣 銷幣 真的能夠幫助 其實這個市場上 有這麼多項目 何以為是一個好的項目 就是能夠幫助人 賺錢的項目 而幣安倍正正就是 一個能夠賺到錢的公司 旗下的一個產品 或者這個幣 而這個幣幫助人 賺到錢的 不就又買了 就像股票一樣 也都簡單易明的 有些人會說 那麼複雜 那麼難名的那些 以太坊都不知道怎麼賺錢的 這個這樣的幣安倍公司 就是幣安公司賺錢 幣安倍就升值 就是這麼簡單 亦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包括是持續加入很多新的元素 這些股票代幣 大家也沒有看過 股票代幣 我看過其實就不太吸引 第一樣東西 就是款式少 但是它始終會加入更加多 那麼這個價格 我亦都查過上網 都跟得挺貼的 一個這些發行代幣 背後是有用一個股票去質額的 例如一股 Tesla就700多元 那一個幣 就是700多元 好處方面就是 你不用買一股Tesla 你買0.5股 0.5個幣 就證明你買了不0.5個股 但是又不好處 極大的不好處就是 收不到息 我剛才看到 他說收不到息 還有在交易時間 都要跟回微股開市的交易時間 就這麼多了 這裡都有詳細多說 最主要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 看給大家 好像是沒有息收的 我剛才看到 沒有息收 那些人為了買股票 沒有了息 其實這個 持有股票代幣 不代表持有真正股權 你無法參加真實標的 投資公司的活動 包括股息支付 那就是沒有息收 雖然這些公司是沒有息的 很多這些科技公司 通常沒有息 那些資金很高 但是呢 都是 給到一個 幣安用戶 一個資產分配 快速資產分配的方法 暫時還未出到錢 就要少少少 Tesla 那這樣 那這個呢 都是能夠留住到 客戶的資金的其中一個方法 還有買這些代幣 都要收收手續費 收續費都可以用 幣安用戶去抵消 少少的 好 第五了 這個重要了 NFT 這個呢 就是全新的項目 就是說 幣安 未來六月 會搞一個NFT的平台 而這個NFT平台 將會是 全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可能會取代 或者是貼近 OpenSea 一些 比較出名的NFT平台 那我相信這些平台 不用說的了 都一定用幣安幣 才有些 Majaxo 或者一定用幣安幣才賣到的了 那所以 大家好好 注意了 那這裡呢 我再說一次 為何能炒到今天的以太坊 或者以太幣這麼高的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兩個原因 就是因為Define的項目盛行 如果我想做一些網上 去中心化理財 我就先買以太幣 再將以太幣 放在平台上 做質額 接著收到息 就是這麼簡單 也有些平台 或者你買NFT的時候 我喜歡這首歌 我喜歡這張照片 你就九成要用以太幣 進行交易 所以 推升到 這個 以太幣 有個 需求 令到它的價格有所 飛升 就是這樣 相反 也跟回 另一個原理 就是在幣安智能鏈 或者是幣安智能 發行 NFT 的項目 不詳細多說 總之 都是拉升到 這個 B&B 在這個 市場上的一個需求 因為它始終要參與NFT項目 都要買B&B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 就是說這麼多話 都是想告訴大家 幣安或者這個平台 是十分之有野心 它不單單只想做這個虛擬貨幣的平台 它想做完整個市場 什麼叫做完整個市場呢 第一 現在整個市場 流行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交易所平台 幫人去買這些虛擬貨幣 第二個就是 一些追求更加高息 更加高回補的人 想參加一些Define項目 它也想做完的 幫你做收息寶 幫你做流動性挖礦 幫你做對戰 合約 這些都是想增加自己的收入 和增加市場的份額 究竟一進入這個幣安 就什麼都可以玩 這個終極賭場 第三 就是想做NFT的世界 因為NFT是今年年頭很火 什麼都可以炒一餐 它也在當中得到這些回報利益 小火子也在說 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得很快 你在想港交所也好 紐交所也好 紐交所也好 紐斯達克交易所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都是說局部性地區 或者局部地方人士而已 但幣安這個形態是在說全世界 幣安有兩個 一個是幣安 一個是幣安 都是佔據全世界差不多 很大的份額的交易 如果能夠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大者越大 強者越強 就像Youtube或者Facebook 一路強下去 你買了這隻股票 或者買了這隻股票 或者這隻幣 你當中的得益 長遠來說是十分之大的 你坐在那裡硬硬腳 它就可能幫你做事 而看到它不停有新項目 你會更加安心 嘩 看到了 所以它每出生的新項目 都要先利益自己的幣安幣 無論是用幣安幣買 投入或者參與都要用幣安幣 而賺到的利潤也會在幣安幣的市場上消幣 所以這個成果是一個正向循環 這個有幣安幣又可以玩這個project 玩這個project 當中的收益又拿來消幣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來的 它的目標的估計 都是想全世界市場上第一個 最齊全的加密貨品和周邊產品的平台 我相信它現在很快就會做到 這個就拭目以待了 但是小火子 是不是一美講好的 這個世界有沒有不好的 當然是有的 你也想到 假設有一間公司 在市場上獨大 這間公司也有機會受到別人的眼紅 或者是監管 或者是黑客的誰言 這個就很簡單 就好像Facebook在很多地方都壟斷 YouTube在很多地方 或者Google在很多地方都壟斷 壟斷到其他公司都生存不了 其他搜尋平台都不讓它生存的話 很容易令到一些地方出手 包括歐盟、澳洲都曾經 試過跟Google鬧翻 最終都用錢解決 所以大家想清楚 越大越有多隱憂 起碼一件事 你越大越有多隱憂 這個PancakeBee 最近的收息不錯 為何說起 都不錯 大家都玩Pulse 算了 不要玩Farm Farm好像很麻煩 Farm要玩高風險 有些四百多厘 這個也是 為何說起 按下去很可愛 還有看到Pulse 大家聽著 記得定期按Cumpan Cumpan就會令你的本大一點 按下去就會出得更快 有一個複式效應 有空按 不用每天都按 另一方面 就是說到風險方面 就是你越大 第一件事不用說 再算沒有人搞你也好 你自己也有機會 有些系統性的風險 例如你的電腦系統 測試的項目 可能未夠全面的話 可能有些Pulse 或者有些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會導致一些 客戶的金錢損失 或者這個項目 胎死腹中都未能 大家要注意 希望一些項目 玩了一段時間 之前好像Dudu Dudu Dudu Dudu智能鏈 Dudu智能鏈上的項目 都發生了意外 所以 等於這個項目的溫度 成熟之後 才參加 就比較好一點 就像是Pancake一樣 也玩了一段時間 暫時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要注意 這點就是電腦系統的風險 第二個風險 也不用說 就是黑客 現在看到有這麼多錢 在幣安裏面 這麼流通 這麼透明 知道你有多少幣 在裡面 我就立刻想想 如何叫這些幣 這也是一個風險 另一個就是 有些人說老闆走路風險 這個也 他自己想 弄了這麼大間 然後走路 每個人都認識他 根本就不能走 另一個就是 政府監管風險 不用說 就是 美國也好 每個國家也好 其實你一整這些平台 始終都是實體化的 始終有一個辦公室 始終有一個地方 不像中本聰 你不知有什麼 也不需要中心 不知不需要中心的地方 但是你始終交易平台 就是有個中心化的情況 你會看到有個實體的店 有實體的員工 容易被人去監管 被人搞到 所以大家好好注意 做到這麼大 每個人都玩這些B coin 我不用做了 我的股票市場 我的匯市 我的所有的金融產品 不用做了 如果你越做越大 我們就死 所以他都要看看 他如何從中獲得利益 或者甚至乎 被禁止了 你也不頂 同行的交易所 有一個風險 這個比較少人說 其他一見到的交易所 都是眼紅 他可能設法去做謠言 或者自己做一些新項目 跟你一模一樣 照抄 等等等等 其實幣安這個地方 都不是好東西 他都經常抄別人 這個BSC也是抄以太科 然後這個Pancake Swap 也是抄Unit Swap 以及Sushi Swap 抄得差不多一模一樣 所以各有各抄 這個就是被人抄的風險 這個了 什麼叫中國 大家自己想想 被人約談的機會大不大 約談完之後 要你交出什麼什麼 這個我不在這裡多說了 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了 這集分享差不多了 參考我的目標價 以及Matic 有一個不是Matic 有一個叫Polygon Matic 就是我升得很不錯 我之前介紹過的報告 也介紹過給大家 那時候大概 我忘記什麼時候進入了 好像兩三個月之前 大概是二月尾左右 買的時候 三月頭 我忘記了 兩三號左右 就是一個報告 介紹給大家買的 現在已經有一個不錯的 升幅 當中要什麼時候入貨 什麼時候出貨 我們會在Patreon 優先分享 時間很重要 你自己想一下 在不在 而這個幣安幣 那個價格預估 我也會在一會兒 Patreon 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集分享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幫到你知道 究竟現在幣安的發展是怎樣 他的風氣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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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保持幣 其實近來沒有什麼好說 可能說回樓市也好 這個Patreon其實很悶 沒有什麼特別 那些幣也升了很多 有很多幣也升了很多 也過了一個比較好的入市位 可能等下一次回調 但他可能是 五月尾 可能都會有一個大一點的回調 到時候可能都是另一個入市的機會 我們今集分享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訂閱和分享 Patreon再見 拜拜